原标题 杨贵妃没死逃去日本了 日本一女孩拿出家谱 说是杨贵妃后代说起古代的美女 大家肯定也是会首先想到那四大美女 这四位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都因为美丽而产生了一些变故 这四位美女也算是在那个时代 中都没有办法左右自己命运的 今天小编说那人物就是杨贵妃 说起这杨玉团首先想到 的就是与皇帝之间那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 杨贵妃没死逃去日本了 日本一女孩拿出家谱 说是杨贵妃后代 安史之乱在那个时候 忽然就爆发了 并且是一种来势汹汹的状态 并且在京城中的人是一点的风声 都没有听到的 在那个阶段是人人自危 都是还路安的不行 皇帝的心里也是很清楚的 知道压根就没有进行战斗的实力 然后就开始了逃亡 但是这毕竟是个皇上 逃命的时候该带着的人还都带着 这一大群人进行逃命 真的是可谓声势浩大 行程也是很慢的 在这一行人刚刚到了百里之外的时候 马上就被后面的追兵被追赶上了 于是在这里杨玉环被处死了 我们也可以说杨玉环是为了他行甘愿去死 但是对于杨玉环死之后 那时候一直是有很多的说法 甚至还有很多的人在各种的蛛丝马迹中 心凑出他没死的猜想 真的是根据杨玉环 硬生生的编出来的各种也是 这不同的版本说法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说杨玉环流落成为了妓女 也有的人说是逃亡去了日本 等等各种的说法 但是说杨玉环流落成为了妓女 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 这点是不可能的 逃亡去了日本这点的话 好像是有些文章可以说的 因为据说有证据证明了 杨玉环流落到了日本去生活 但是关于这一点的话 也许有人找出了这所谓的证据 就是有人胡编乱报的而已 并且各种的官方资料 对于杨玉环的逃亡是没有记载的 但是有个日本的女孩拿出了自己的家谱 说自己是杨玉环的后代 但是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们要是查证历史的话就可以知道 杨玉环是侍奉过两位出居 独得圣宠却无疑而万语 这肯定就是生育上面是有问题的 这怎么可能逃亡之后就正常了 并且在我们历史上 基本著作了 是很明确的说了杨玉环就是死在了兵变之中 杨贵妃没死逃去日本了 日本一女孩拿出家谱 说是杨贵妃后代 你们怎么看 图文来源于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